今次五中全会政治意义相当大, 因为早两星期习近平去完深圳四十周年庆典, 将经济港亚开放公职往日自己念上联金, 跟着马上回北京准备开五中全会, 这次五中全会其实如果根据个案惯例, 就是在共产党开大会前是一个很关键的会议, 特别今年,因为现在一开始已经知道 今次国务中全会讲十四五规划, 而十四五规划今次焦点就是在两个百年目标, 应该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在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达到全面小空社会目标就要达到在这基础上, 再讲第二个百年,第二个百年就是在2049年前 达至社会主义强割这目标, 所以今次如果习近平要为二十大铺路, 为自己延长执政打破过往邓小平惯例, 所谓两任就要推隔代阴点这种做法, 他就一定要在这次定倒调, 还有保证自己可以在二十大都採取主动, 今次我相信情况都是这样, 所以今次一早已知道是讲十四五规划, 而都知道肯定会将都不理会李克强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 所讲的有六亿人仍得一千元收入这讲法, 肯定将第一个百年所谓全面建设厂社会这就当是一个公职, 所以今次现在的情况虽然无特别很清楚讲, 但实际上都是带有这个讯息, 因为今次你见这份公告大部份都是老生常谈, 党八股,但它将中期目标定了在二零三五年, 这亦都是正正习近平全民有意执政到年份, 即使不是都好,若你订了二零三五一个中期目标, 这亦都是由二零二零到二零四九年前中间的十五年, 定了这个目标,跟着下来的问题是 谁是领导政府达到这个目标呢, 你见到公告今次很特别, 跟十八大那次很不同, 十八大那次十年前的同样会议, 第二基本上无一句说话是标榜领导人, 因为当时已经知道胡锦涛会退, 跟着大会会退, 但今次将调子定到 在习近平作为核心领导下, 各族人民都同样支持, 我相信这亦都是为跟着一年或一年半后 举行的二十大铺路, 如果你定了个二零三五年中期目标, 现在讲到到那个阶段要达至一个创新型社会, 又说要达至基本达至这个法治社会, 如果定了这种调子, 同时又有这麽标榜习近平, 同时也不见得在这次有任何人 可以浮现有接班的迹象, 这亦跟十年前很不同, 十年前这阶段习近平已经知道会接班, 而且在接班之前, 他有一些工作安排他, 等他能够打好党内党外的支持基础, 但今次你见到完全无这麽人, 即是若在这情况下, 你明年或后年年初就要开大会, 而这大会之前是无任何接班人迹象, 而年以前曾经传出过, 有可能接班的胡春华, 近几年都相当沉寂, 这样的话习近平拿着这份五中全会公告, 公职全部归他, 又似乎假定第一个八年目标已达到, 又说要去到2035年达到中全目标, 这样的话他打破过往两年一暗的惯例, 延续他的管治, 这个部署你可说差不多行前一步, 也在短期内在党内任何人可挑战他这地位, 如果这样的话一年不多之后举行二十大, 他顺利接班顺利延续管治的领导, 他领导的可能性相当高, 今次都无特别定一些很短期的经济目标, 这因为事实上他现在定的话, 我相信这亦是一个策略上的部署, 因为如果现在定的话, 因为未来一两年在疫症影响, 以及现在全球抵制的环境下, 未来一两年经济不明朗的因素相当多, 而事实上虽然近期有些数据说中国反弹很急速, 但实际上亦有其他数据看到, 那种反弹其实不是那麽好, 有很多地区仍然相当淡, 地产市场泡沫有很大危机, 有部份大企业事实上亦是财政危机未解决, 所以我觉得他今次无定短期的经济目标, 亦是一种很战略上的考虑, 他不会被任何借口令到一年多之后 举行的二十大令他成为一个被追究的对象, 这亦是一个想法, 至于对港澳的部份, 这亦是很自然, 因为过往中共做一些大动作, 他如果预计国际社会有反弹, 他可能都有个想法就是国际社会很现实, 要看中国大陆市场, 如果制造了纪定事实, 可能短两个星期长一两个月, 国际社会就会静光, 但现在这次香港国安法这件事似乎不是这样, 直到几日前才有澳洲国家 跟香港断绝的所谓终止引渡协议, 所以其实现在问题是香港会如何演变下去, 世界各地对香港政策会如何转变, 外资是否会抽走, 香港原有角色会否因为制定国安法之后 受到很严重破坏, 我相信北京还未掌握得很清楚, 所以他在两个星期前深圳的纪念仪式中, 港澳大湾区突出了深圳作为引擎作用, 第一不要将所有蛋蛋在同一个栏, 淡化香港港澳角色, 这次我相信他未能很清楚盘算香港, 在未来几年会有何转变的情况下, 可能他暂时不讲, 连一国两制他都不再讲,似乎今次, 我相信这跟他根本很难清楚掌握经济会如何变化, 亦很难清楚掌握香港会如何变化, 所以在今上避重就轻, 不要制造任何借口及把柄成为一年多之后二十大一些依据, 你粗略看下你就知道, 其实无什麽承先启后意义, 因为过往提及的问题及目标, 今次无详细讲做了多少, 会怎麽跟进,无讲这些事, 而他定的目标纯属于远景, 完全无视现在面对的问题, 因为现在面对问题事实上短期之内很难有效处理, 所以我相信这是这次公告的特点, 我刚才讲了他这麽做的原因是, 若突出一些过往提过的问题, 而要今次表述公职的话, 大家知道最近这一年, 连每年百分之六经济登场都保不住, 他无理由特别讲这点出来讲, 暂时他若要为二十大造势, 他更不会这样讲, 所以在这段时间面对的问题, 包括国际社会围堵, 自己的晶片业受到很大障碍, 甚至可能有机会倒退, 或是失业问题其实过去那段时间严重了, 有相对多地方的城镇工厂还未扶工, 有份工会做, 这些问题基本上完全无再提, 假定无问题, 更不会讲的就是环保那些, 假定一切都无问题, 在这些假定下就讲远景, 就讲2035, 2035其实亦是口号口号性, 具体那些步骤都无详细讲, 譬如他说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怎做呢,事实上他现在连晶片都搞不定, 怎做到呢, 但他又不再在细节去斟酌, 只是讲了远景给你听, 我觉得这也是刚才我所讲的, 利用这份公告作为一个依据, 总之一切强调成就不强调问题, 只讲会怎做不讲现在面对的困难, 然后以这依据作为二十大, 令自己可以继续担当领导角色延续下去, 所以昨天香港其中一些段落都讲不断强调习近平的公职, 还有英明领导国着人民高度团结这些, 这些很明显都是大家都明白, 现在新疆的情况比全世界都看住, 蒙古最近的虚然事, 昨天蒙古最近的虚然事, 所以其实他这些说法完全都不理政治现实是怎样, 社会现实是怎样, 总之一切都无问题,一切都好, 然后因为公职就是习近平显倒, 然后放远景给他们看,然后就完结了, 其他条文,公告里面很多都四海的东西, 讲一些口号式的东西宣扬自己的成就, 但事实上违避问题也无讲一些困难, 这就是今次这份公告的特点。